李斯被誉为千古遗像 辅佐秦始皇一统了天下 他极力主张实行俊宪制 废除分封制 至此开启了华夏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制 他提出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 修迟道、车同轨的建议 均被秦始皇采纳 他还编制小篆 从此华夏大地虽然方言众多 但文字永远只有一种 他的成就足以令他名垂千古 但在晚年却做了一件遗臭万年的事情 在秦始皇死后 他勾结赵高篡改遗诏 逼死了扶苏、扶了胡亥上尉 此后短短三年 大秦帝国便轰然倒塌 赵高和胡亥纵然是罪魁祸首 但李斯作为帮凶 也同样背上了千古骂名 李斯精明一事 为何在晚年却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呢 别着急听蝉使官一一道来 李斯本是楚国上菜人 他家在当地虽算不上什么豪足巨市 但也是个小康之家 婚姻美满、家庭幸福 而且他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 在官府谋得了一份差事 官虽不大 但也算事业小成 原本这样平静惬意的生活会一直继续下去 直到有一天 几只老鼠点化了他 李斯在上厕所的时候 发现厕所里有几只老鼠 一有动静就会东逃西窜 而他前几日在凉仓也看到了几只老鼠 肥肥胖胖的 而且从不担心外界的干扰 总是从容不迫地吃着粮食 这点令李斯陷入了沉思 同样都是老鼠 为何差别会如此之大 厕所里的老鼠吃得不好 还如此担惊受怕 而粮仓里的老鼠吃的是粮食 却吃得这么心安理得 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李斯 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癥结所在 不同的生存环境 决定了不同的生活状态 然后他又进一步推鼠及人 联想到自己 发出了人之嫌不孝 譬如鼠蚁 在所自除耳的感慨 正是这几只小小的老鼠 唤醒了李斯不甘平凡的心 让他认清 待在这小小的上菜 是永远不可能有出头之日的 于是他毅然地辞掉工作 告别妻儿 踏上了他的追梦之旅 李斯志向远大 便投在了荀子门下 学习帝王之术 凭借过人的天分和努力 多年后 李斯的名气渐渐地传到了各国 恰逢秦相 吕不韦派人到学宫招揽人才 李斯权衡之后认为 当今天下 只有秦国有实力完成大统 便先投到了吕不韦门下 很快便得到了吕不韦的器重 将他举荐到了嬴政身边围郎 至此 有了接近嬴政的机会 李斯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 顺利博得了嬴政的注意 天下谁人看不出 秦 纵有王大之梦 焉有忠臣谋国 今日今时秦军东出 却只为功成夺地 本可好取偏要蚕食 拜年积聚有何用 六世渔猎也枉然 此后李斯提出先灭韩 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 嬴政下令驱逐一切外客 李斯给嬴政写了一封信 力劝嬴政不要逐客 这就是有名的建逐客书 也是因此 李斯更是受到了嬴政的重用 此后 他与嬴政双剑合璧 剑指六国 最终成功辅佐嬴政 完成了天下大统 嬴政也敢于李斯的忠心和功劳 任命李斯为宰相 给予了他无上的恩赐和荣宠 李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终于从默默无闻的上菜小利 爬到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大秦宰相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逆袭 达到了人生巅峰 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东巡途中 驾崩于沙丘 李斯干了一件令他晚节不保的事 伙同赵高篡改了遗诏 逼死公子扶苏 扶持胡亥上位 而他最终的结局和辞举 也离不开关系 被赵高扣上了一个谋反的罪名 腰斩于世 一灭三足 禅史官认为 李斯这样做的原因 有以下两点 一 名利心作祟 李斯其人 有才华 有想法 但还有一点 就是太贪恋 荣华富贵 李斯出为楚国小利 经过不懈努力 终于到达人生巅峰 他深知此地位的来之不易 但起初 他对赵高是拒绝的 赵高对他说了一句话 仅是此而不从 祸及子孙 足以为寒心 善者因祸为福 君和楚焉 意思是说 你李斯就算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你的后代子孙想想吧 如果说这样还没打动李斯的话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 如果扶苏继位 那么李斯不仅会丢掉丞相的地位 还会受到排挤 因为扶苏偏向于儒家思想 即使他上位后 不会用儒家治国 很大可能 也会用皇老无为治国 或者儒法并用 而李斯却是不折不扣的 坚定法家思想 两人的治国理念不同 所以扶苏定然不会重用李斯 并且两人在之前就结下了院 要知道 焚书坑儒是由李斯提出来的 而扶苏对此是极力反对的 为此还向秦始皇冒死觐见 不滑 如若大秦不禁止焚书 见遥博睡 大秦会有反噬啊 你好大的大秦 两人不仅理念不同 还有救援 所以如果扶苏上位 李斯的地位必然不保 从仓鼠变回到家属 这是李斯接受不了的 即使他可以接受 但是他的后代 也可能会跟着变成家属 他一辈子的苦心经营 终将化为泡影 所以李斯的此举是为了一己之力 而不是为了实现胸中的报复 二 严重低估了赵高 李斯会选择拥立胡亥 肯定是有过考虑的 在这件事上 他虽有私心 但还远不至于因为一己私利 而葬送大秦江山 在他看来 当时的胡亥从小在深宫长大 并且深得秦始皇宠爱 秦始皇对其也没有刻意培养过 胡亥就如同一张白纸般干净 他有能力 也有信心将之培养成才 他既然可以辅佐秦始皇一统天下 自然也可以辅佐胡亥 治理天下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他严重地低估了赵高 他本以为赵高就是读过几本律书 没什么真本事 并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但没想到赵高的野心如此的大 手段会如此毒辣 更想不到的是 胡亥会愚蠢到那样的地步 将嬴氏宗亲屠杀殆尽 并且整日不理朝政 朝理朝外完全是赵高一人说了算 陷害忠良 祸乱朝纲 大秦帝国被赵高搞得乌烟瘴气 待到李斯警醒时 其实还不算晚 他完全有机会将赵高推下台 凭他的地位和声望 只要敢于扭转局势 必然会有人追寻 但他什么都没做 心中对胡亥还抱有一丝的幻想 但赵高却是没想放过他 设下圈套 给他扣上了一顶谋反的罪名 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绝对最后还是被赵高要挟着 但他又一次选择了妥协 纵观李斯的一生 都在践行法家思想 以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远见 辅佐秦王嬴政 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 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秦朝建立后 李斯又继续辅佐秦始皇 在巩固秦朝政权 维护国家统一 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等方面 做出了卓越贡献 但在晚年因一时蒙蔽了心智 做了一件令他一臭万年的事情 大秦帝国二世而亡 和他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感谢观看